水泡不挑破会自己削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杨丽 陕西省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水泡呢我们在临床上 它虽然是水泡 但是它的病因有五花八门 有种类繁多 那么我们以水泡来说 那么像有些小的水泡 比如说是因为摩擦形成的 它这种小的水泡 它其实是可以自行结痂 吸收和脱落的 但是对于一些大的 或者是比较大的水泡 它很难吸收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 是可以把这个泡挑破 然后再加上把泡液抽吸 保持泡壁的完整 再加上一些外用的药物 进行湿浮和促进它的恢复 是可以缓解的 但是这些泡 那么一定要弄清楚 它的临床的病因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 还有一些疾病 它也会发生水泡 那么这些水泡 它可能会表现为 像大泡性类天泡窗 或者天泡窗 或者其他的泡病 那这些泡病 即使你把它挑破了 它也不能痊愈 疾病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正确的 而且对症治疗的药物 它才能得到缓解和根治 所以对于水泡来说 一定要明确它的病因 才能得到正确的治疗 对于水泡 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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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泡